最近在外网有一个美国人在我们中国旅游的视频火了 他都去哪了呢 他去了华为的店 我昨天看的时候 这个视频在外网上已经有60多万的点赞了 还在持续的增加中 这些电子里有的电子 和他们有的电子 这些电子里有的电子里有的电子 因为他们有的电子 Apple, drop the car please 因为, what? 这些电子里 两个电子里有的电子 这些是一个电子里面 电子里有的电子 哦,哇,我爱的电子 这些电子里有的电子里 这些电子里有的电子里有的电子 让我看看 how much it costs OK, this is how much this car costs 250RM which is 35,000 What about this one? She says it's a similar price for the SUV 35,000 American dollars That's not bad 另外啊,他还去看了比亚迪的车 If you want to see what 9,000 dollars buys you in a car in China Watch this video You guys, I am at the Canton Fair And this car is 9,000 dollars It's not too big But you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check out the inside I'm pretty sure it can get you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with no problem The only issue is You cannot actually get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s banned Now tell me why the government only wants you to buy cars that cost a million dollars I don't know Ass joke This is a four door car Wow The door is heavy too y'all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paper thin It's got weight on it Look at this interior It's nice Steering wheel Hold on, I'm 5,9 Let's see if I can fit in this car Oh No, I'm, uh-uh This is as big as a bed y'all Okay And it has a No, do not tell me this is a digital display That's actually crazy It has two Why are they doing this to us in the States? Okay, it has Hello All Okay, this is where you park Reverse, neutral All the things Put your car Warmer in That's where you put your battery? Y'all, it's a push to start You ain't even got to use no key This makes me so sad And the back seat The back seat is more than big enough for the kiddos If only, if only Yeah, that's super nic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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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hat is a nice car 这样的视频在外网发出来之后 美国网友彻底看不下去了 连连说出实话 美国就是喜欢禁止他们无法竞争的产品 对,如果你去了西方以外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我们都被西方的假民给骗了 想象一下多少美国人能从购买到9000美元的车而受益 如果这样的车在美国 一年之内就可以让其他车企倒闭 美国害怕竞争不过 所以就给它进了 这是比亚迪 高质量有性价比的车 这位美国女士还去了咱们的大街上逛游 说咱们的大街上干净整洁 有摄像头感觉很安全 人们努力的工作和谐的生活 不像美国感觉大家人心惶惶的 她说的是不是实话呢 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客观的评价 当然是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什么样 我在评论区看到甚至有美国网友说 哎呀原来中国的天空是蓝色的呀 从这句话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的媒体平日里都是怎么评价我们的 那么这个美国女士 并不是那种说中文的老外 她拍的呢就是自己在中国的真实经历 然后发到外网 看她视频的人呢 自然多数也都是美国的网友 还有其他外国的网友 所以呢她并不是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想的那种 故意说我们好话的杨博主 因此我觉得她的节目还是挺有意义的 不只是她啊 我还在外网上看到一个美国小伙子 来咱们中国旅游 分享了自己移动支付的经历 说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方便快捷呀 而且吃的东西便宜又好吃 所以我们来找一个地方 我们来找一个座席 然后我们来试试 有很多美丽的美丽装 哇 有多么的美丽装 有多么的美丽装 对啊 有多么的美丽装 好 之前我们也讲过来咱们中国旅游的英国一家人表扬咱们安全 晚上出门也很安心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现身说法 亲自来到中国才知道之前自己被他们的媒体带的有多篇 对我们多么的误解 其实来了之后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人节地灵 生活方便又高速 如今的中国值得全世界的人来看一看 可就在我们大家感慨于这么多外国人说出实话的时候 我却无意中刷到在外网上有润人拍视频说出了这样的话 在家的时候条件还挺好的 就家里面住的什么都挺好的 工作有工作在他们看来又很好 刚来美国一年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熬的 刚到一个新的环境 但是呢我觉得人主要还是要心态要好 就是困难的时候是会有的 但是你只要心态好就是他是会度过的 然后后期的话我在想如果以后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有机会的话 我想在美国参聚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现在就是参聚年限 他放的其实很宽的 我觉得是对于美国的一种回馈 参聚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回馈美国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为了可以播出 我已经省去了一些更过分的言辞 这段年轻夫妻97年生人 可以说赶上了咱们发展的好的时候 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 上了大学考工甚至还做了老师 润出去之后竟然说要回报美国 还口口声声的说做人要懂得感恩 还要参他们的 如果说知人图报的话 他们最应该感谢的是祖国的培养 至少他们应该记得自己还有家人在国内 他们如此真人出镜做视频 在外网上大放厥词 没给自己留一点后路 难道就这么决绝的 再也不回家看看自己年迈的父母了吗 或许有的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感恩吧 这些视频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 一方面我为祖国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感到骄傲 看到那么多外国人都转变看法 真心的帮咱们在世界上说句公道话 我心里边也很欣慰 可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看到我们中那么多人 前赴后继的润出去 这样的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夫妻 竟然要铤而走险溜的去美国 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心中所谓的自由 这样的价值观呢 我真的有点后怕了 如果那位女士还继续在我们国内做老师的话 会带偏多少学生啊 这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在教育领域发生一些 让我们揪心的事情 不管是之前的教材 还是试卷事件 看来有些人的文化水平可能很高 但是三观真的有待考量啊 今天我也算是给大家看了不同的人的感悟 和在各自生活中做出的选择 还是那句生活不易冷暖自知 当外国人都在吐槽自己国家的生活艰难 羡慕我们的很多方面的时候 我们中有些人继续以西方的价值观马首实战 这可能就是现实吧 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想走的我们不拦着 以后有什么事也别麻烦祖国了 我们常说身后有祖国 但是有些人的身后应该是美国吧 感恩人家的时候 既然你们已经职人图报了 有事的时候 也祝愿你们能够得到他们的保护 最后总结 欢迎全世界更多的外国有人来到我们中国旅游 把更加客观真实的报道带给全世界 而对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 享受着祖国发展的红利 还天天不满意的人 欢迎你们走向全世界 根据经验 通常到了外国就都变得乖巧了 到时候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前方发来的报道 但是一定要真实客观 咱们到了自由的地方可千万别跟一些美吹似的 天天打肿脸充胖子